大家好 我是元吉格 龐泽川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三观不照之宅 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三观不照这个词 那么三观不照其实是风水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三观不照一般是指 阳宅 什么叫阳宅呢 阳宅就是我们人住的房子 人住的地方 所以叫阳宅 过世的人住的地方叫阴宅 所以它分阴阳 阳在上面阴在下面 这是地平线 也就是说地上面叫阳宅 地下面的宅叫阴宅 既然说到它是阳宅 那么阳宅我们一定需要什么 阳宅一定需要阳光 如果一个住宅没有阳光的照射 那么这个住宅 它就不能称为阳宅 它就称为阴宅 那么如果一个房屋的阴气太重 它适合我们住居吗 不适合 我们如果长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对健康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身体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阳宅 它对阳光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什么叫三光不照 三光我们分为日光 这个日光都能理解太阳光 星光晚上的星星 月光就是月亮的光 如果这三种光都无法照入你的住房内 这样的房子是不能住人的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 这个年代怎么会有这种房子 但是这个年代就是有这种房子 特别是一些比较老的老宅 老房子 那么周围都已经改造了 拆迁了 修的房子都是高楼大厦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老宅 它的周围全部都是高楼大厦 都是高楼 就唯独它这个房子住在这里 那么阳光从各个方向都照不到这个宅子 这种房子也见过 而且还比较多 主要是老宅 现在的房子 它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房子 它就称为三观不照之宅 那么在阳宅中 最需要阳光的地方有哪里呢? 客厅 客厅是最需要阳光的 因为风水当中非常讲究 叫做明天暗室 那么卧室我们可以暗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你白天不会在卧室里面待 你晚上回来过后天也黑了 卧室黑一点没有关系 但客厅一定要明亮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住房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房子的客厅 采光度好不好 第二个地方就是厨房 为什么要看厨房呢? 因为厨房的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厨房也是需要阳光的 如果厨房没有阳光 它容易滋生细菌 我们人经常会在里面做饭 放一些食物 食物上容易生很多细菌 我们吃到身体里面去 过后 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也是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要注重这两个位置 一个是客厅 一个是厨房 一定要有阳光 那么其他房间 如果关系不是很强 都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好的房子 它一定是采光度 是第一条件 任何一个房间 都没有阴暗的角落 如果出现任何一个房间有阴暗 没有阳光照射 那么这个房子都是有所不足的 那么像这种阴暗的房子 如果是卧室出现了阴暗的房子 如果是男的 在里面住的话 会让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软弱 缺乏斗志 那么女孩子住进去会导致孤独 特别是一些女孩子还没有找到对象的 那么阴暗的住宅 会让他越来越孤独 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所以这种房子是不急的 我们在选择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三光不照之宅 包括这种地 这种住宅 都是不急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我是庞泽川 我们下期再见